美商业团体,中共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,两家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,联合发布报告详细阐述,中共正如何推进科技政策。 中美两国下周,将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届时,该政策料将成为双方之论焦点。 美国全国商会,US Chamber of Commerce,和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,在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一份联合报告中称, 中国政府旨在将本国打造成全球科技领导者的远大计划,正得以广泛实施。 这令中国官员淡化,该计划重要性的努力,受到质疑两家团体称有证据表明。 省级官员正进行深入,协调和持续的工作,以实现中央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标。 该计划旨在使中国成为电动汽车、航空航天、机器人和其他制造业前沿领域的领导者。 眼下中美两国谈判人员,正准备于1月30日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贸易谈判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两家商会,作为在华美企的代表,对白公施加影响力。 很多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,都不愿公开批评中国政府。 这些商会在中国的决策层中,也有些影响力,因为他们长期倡导美中建立更紧密的商业关系。 这份报告还强调了美国商界领袖,一直试图向中国政府传递的信息。 中国不能再把美国商界团体的支持是做理所应当。 美国贸易代表,去年对中国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,并得出结论称。 中国制造2025,给美国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。 包括导致美企的商业机密,更容易被中国竞争对手,获取在美国的压力下。 中国官员同意重新乞讨该计划。 公信部副部长辛国斌,上周在记者会上承认,有必要改善政策体系。 但中方谈判人员也称,美国夸大了中国制造的重要性。 据知情参与者称,中国派往美国的高级贸易特使,中国副总理刘鹤,已经在与美国商业团体会面时,淡化了该计划的重要性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上述报告,上周地交给了美国贸易代表。 报告呼吁中国开展结构性改革,进一步向外国公司开放本地市场。 包括停止强迫转让商业机密的做法,华尔街日报,见到了这份报告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对该报告不予置评该办公室,2018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。 中共迫使美国企业,向中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,并120次提到中国制造2025弹报。 告没有指出,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是如何实施的。 两家商会的报告,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。 这份长达142页的报告,没有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主要目标之一。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,但却用了32。 页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制造2025,是如何在全国展开的报告说。 在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地方官员鼓励企业,成为机器人技术的骨干企业。 全可靠 一 西 树 并将 地区 市 中 制造2025 区报告 老工业区省份辽宁,有对先进制造业和科学投资的优惠税收政策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这份报告,为美国谈判代表提供了更多证据。 可以即已在谈判中,向中方释押要求,做出改变中国代表团将由刘鹤率领。 在双方谈判期间,美国已将对中国2000亿商品上调关税,从目前的10%,提高至25%的计划推迟至三。 月一日报告重点提出了改革中国经济的一些具体需求,以便美国公司能够获得更公平的竞争机会。 一些人担心,特朗普会满足于中方进口更多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, 基本上忽略结构性改革。 这份报告会为这些人提供弹药谈判人员表示, 本月早些时候,在北京开展的中层谈判中, 大约一半的时间,是在讨论现在采购行动报告,并未要求增加美国出口。 甚至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主任王杰Jeremy Waterman, 说对本届政府来说,采购或许很重要,然而就未来的根本性改革而言。 采购并不是解决方案报告,提出了一系列建议,包括创设新的国。 冀仲台机制已解决认为,在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公司的申诉。 这一点可能难以被美中两国政府, 接受因为特朗普政府,试图削弱国际机构的影响力。 而中国可能反对凌驾其管辖权之上的机制。